再爱一首《父亲的散文诗》送给大家 没时间却看妻子提醒我 袖袖缝人其他般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在街点钱 孩子哭了一整天囊 闹着要吃敏感 蓝色的抵抗声音 痛往心里一散 断在食堂边旺盒 给了自己两全 这是我父亲世界里的文字 这是他的青春 留下留下来的散文诗 多年以后 我看着泪流不迟 看我的夫妻已经老得 像一个影子 1994年 庄家早已修割完 我的老母亲去年 离开了人间 女儿站着马尾别 跑进了宵夜 可是他最近有点孤单 收了一大欠 想一想未来 我老成了一堆旧值钱 那时的女儿一定会美得很惊艳 有个爱她的男人要娶她回家 可想到这些啊 我却不忍看她一眼 这是我父亲日记录的文字 这是他的生命留下留下来的散文诗 对你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 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 对你以后却不忍看她迷不住 背后把这些是нем ago 就是DS白云 留下的足迹 几场风雨后就要 抹去了痕迹 这片土地 才让我泪流不止 它埋葬了多少人 心酸的往事 1984年 张家还没收割完 女儿躺在我怀里 睡的那么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